大家就一起陪我探索一下我以前打工的地方 以前就是在這條橋上 奔塌了三、四年沒進來 我第一次跟觀眾一起逛街 我以前就在這個位置上班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lin 話說前陣子暑假的時候 我偶爾會在IG看到大家親住假期的時候 進去長洲那裡玩 令到我也很想跟著一起進去長洲繞個圈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挺喜歡長洲這個地方 但因為工作各種原因 我已經幾年沒進去 但以前我是一個星期會去兩、三次 為什麼呢 如果是老觀眾的話可能都會知道 也有在一些以往的影片裡提及過 就是我以前一段時間在長洲那裡回兼職 所以就會一個星期有兩、三天都會去長洲 趁著今天這麼好的天氣 我都想進去逛個圈 去看看這個我這麼喜歡 但我這麼久沒去的地方 每年九月份除了開學季之外 還有一件大事 就是蘋果的發佈會 而最近Castify都同步推出了全新的手機殼 今年都有優惠給大家 只要進去Infobox的專屬連結 www.castify.com 下載連結 只要在專屬連結買東西 就可以有九折的優惠了 這次我都挑選了三款手機殼 可以介紹給大家 第一款星級版強行防速手機殼 它通過了2.5米的跌落測試 電話聲還可以掛在手機殼旁邊 專屬掛手機殼的兩個洞洞位 特別適合一些 喜歡窄在家裡和室內活動的人用 之後就是Castify今年全新星級 Ultra Bounce Case 極強防速手機殼 通過了10米的跌落測試 有六層堅固的防護 四邊角落充電位都可以掛到吊色 比較多保護角和保護襯 就適合一些經常性的電話的人 今天這個手機殼真的超級搭配我 今天粉紅色搭配白色的穿搭造型 戴鏡外出門對我們女生來說 真的很重要 因為隨時隨地都可以注意到自己的儀容 還有可以補妝 所以我覺得鏡面手機殼真的超級方便 這次選了一個田園風的手機殼 中間是一個珍珠的深型鏡面 可以讓我隨時照鏡 外出吃完東西轉換手機殼就可以補妝 超級方便 這款手機殼通過了1.5米的跌落測試 那我就配上一個匯碟結的手機繩 包含整個少女感 以上這三款手機殼 它都可以做到無線充電 還有MagSafe功能 而且還有過千款印花 還有可以個人發設計文字 Castify全新iPhone16系列 手機殼和配件已經率先登場了 可以根據手機殼不同的特性 選擇自己適用的皇牌手機殼 大家記得趁iPhone16推出期間 去到這條專屬連結就可以有九折一位 入手Castify的手機殼 那現在就正式出發去長洲 大家就一起陪我探索一下 我以前打工的地方 那我們Let's go 我現在就到了中環了 以前我就是乘巴士來到這個巴士站 下車就會上旁邊這條天橋 走過去碼頭搭船 以前就是在這條橋上奔跑 然後趕船 碼頭就在下面 我今天就是會搭3.3的普通船進去的 現在等著上船 買了豪華的飛 以前回Tatatam的時候 省錢也不會坐豪華的 豪華的位貴一點 但是就會有冷氣炭 因為現在的曠色都瘋了 今天就很熱 目測今天就不算很多人 以前上班 坐船通常 沒有記錯就是早上10點左右的船 早上的船如果平日也不算很多人 但是如果暑假那些 其實無時無刻都是超級多人 今天開學貴 大家回學 跟我預想一樣 不算很多人 上船了 謝謝 剛才這條船好像有支平衡 謝謝 謝謝 你們進去玩嗎 我看長洲 我看長洲 我真的要上學 超級適合 今天又要進去拍Vlog 因為我以前20歲左右在長洲拍攝 然後今天就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有人知道 拜拜 謝謝 再見 遇到觀眾 原來他們是長洲巨民 我就很奇怪 為什麼會下午3點才進去 不是像我這樣 還好 看長洲 又到長洲了 我希望3、4年沒進來 我以前一到船 就會向中央的廣場出發 然後 hello 你好 你是長洲的居民 是 今天是上課 慢慢來 你是從小到大都住在長洲 有沒有什麼餐廳非常推介的 有間叫BunBun 是最近開的 在哪裡 因為我也打算去買魚 好啊 那現在去吧 話說我一落船 我打算帶大家去吃大魚蛋 但剛剛我遇到一個在長洲住的觀眾 他說帶我去買飲 所以我現在先去買飲 好 我們現在先去 我第一次跟姑丈一起逛街買飲 突然間就是牛魚 之前台湖的師姐看見你 好啊 剛才在船上給我拍照的是你師姐 是 我的 我想問長洲人是不是真的 大家互相認識了 長洲人 沒有啦 都會吃 交我一份禮物給你 你有禮物送給我 但為什麼你會隨身攜帶 你就是想撞我 我沒有勒個池想見你 待會有些事 哇 謝謝你 Chikawa 我看到Chikawa 日美出面的限定 有在賣的 哇 Reejin小卡 是人家做的 哇 謝謝你 好開心啊 謝謝你 我最喜歡是喜歡 我主單是Hari 但其實五個我都喜歡 我回去查一下 有了是錢 好啊 謝謝你 哇 好開心啊 謝謝你 我也很開心 她剛才是看到你師姐的故事 知道我進來長洲 然後她就拿一個禮物 打算看看偶不偶遇到 結果真的偶遇到 真的偶遇到 謝謝你 謝謝你 這都給我來喝的 我們來到這間伴伴喝的 哈哈 有什麼要說的 來吧 給你做 笑死 嗯 瑪瑪麻糾很可愛 為什麼我穿的衣服 你還有很多西洋 謝謝你 謝謝你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我也穿你開學西洋 開學西洋 好 下次再見啦 長洲居民必備的單車 拜拜 Oh my god 我完全沒想過一落船會有觀眾等著我 然後我們還要一起去 職慶的有個小約會去喝東西 這個超偶遇 跟自己的觀眾喝東西聊天體驗 就太有趣了 現在就繼續回我本身的行程 以前我在長洲上班 但是一落船我就會走去斜右邊這個方向 就可以走進去中央廣場的位置 碼頭一出來這個位置 拍片的時候發現這一段鏡頭 叫鹽毛收到音 我當時就是想告訴大家 這一串就是我以前上班之前 會買來吃的長洲大魚蛋 其實呢 長洲大魚蛋都有幾間店 哪一間最好吃呢 我自己就不知道 大家都可以發覺一下 不過我自己吃慣了口味 所以每次進來都會在這一間買的 我最推薦的就是梅汁 超級好吃 梅汁細一 第二款推介就是青咖哩味 這兩個口味都是我的最愛 以前就是十元兩顆 我印象中可以一串魚蛋有兩顆不同口味 但是現在就沒得混味了 而且加價到十三元兩顆 不過呢 都是這麼好吃 買完帶魚蛋之後呢 我就會在這個廣場的這裡一直走 就可以到我以前上班的店 就算那天我不買魚蛋 我都會特意繞進來 這條巷裡走回店 通常這條巷都沒有外面那麼大 所以我就會走這裡 我猜在長洲呢 其中一個人見得最多的 可能就是單車 我又遇到骨粽呢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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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拍的那間火車頭 酸辣小鍋米線呢 就是我以前上班呢 下午整天都會吃 就會在店裡打電話過來 先下訂單 有時就是老闆會踩單車過來拿 有時就是我自己走過來拿 因為我不懂踩單車 走完條大直路之後呢 就轉右邊 一直走就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 好興奮 大家好 後面這間叫島中芳然 就是我以前 二十歲二十歲二十歲的時候 在長洲上班的店 那他們呢 其實就是一個手工袋的brand 裏面就會有他們自家出的袋 就是有很多手工藝品牌 放了他們的產品在店裡寄買 那現在呢 就帶大家進去看看我以前上班的店 好醜啦 好醜啦 我們要檢查這個十一紀念TES送給你 對呀 有四個顏色的 但是這個 哦 十一周年了 Oh my god 我以前就在這個位置上班的了 蛤 好 剛剛呢 就去完以前上班的店 他們送了一份禮物給我 一會兒跟大家一起拆 店頭出來的右手邊 一直走呢 其實就已經是長洲的沙灘了 我以前呢都很喜歡走過來沙灘看看海 就是這個長洲的國民路 以前下班呢 如果沒有船呢 我就會走過來旁邊的沙灘 坐一下 望一下海 然後才去搭船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看海 正正是因為這間店很近海 當初也有少少因為這件事 好喜歡在島中方園上班 隨時隨地都可以看海 今天呢 雖然老闆們休息 但是他們呢 準備了一份禮物給我 是一件他們自家出的T-shirt 這兩個公仔呢就是老闆和老闆娘啦 原來已經十一周年了 我想我回這間店的時候 是他們開業第二、三年 都是很早期的時候 每一次進來長洲呢 如果能夾到時間 我都會去他們新店那裡探望他們的 新店其實是一間cafe來的很漂亮 大家都可以去坐下吃下東西的 但是今天呢 他們就休泡 所以我也沒得去啦 雖然已經離開了這間店很多年 但是每一年我的生日呢 老闆們都會繼續跟我說生日快樂 所以我是覺得很sweet的 而且在我回到part time的時候 他們都對我很好 都會很想去探望他們 這件T-shirt的後面呢都很漂亮的 我就選了一個中馬 那就可以oversize這樣穿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看回頭呢 真的所有東西都是緣分來的 大家應該會很好奇 為什麼當初我無故在長洲上班呢 其實呢 我以前讀完電影學院之後呢 就有繼續去Casting不同的online廣告啊 或者一些劇情片啊 我就跟拍攝團隊進了長洲 那當時呢 就在島中方言那裡取景 就在那裡拍攝 然後呢我就覺得 哇這間店很漂亮啊 那我就跟老闆聊了幾句 剛剛說起呢我就說 其實在這裡上班都挺開心的 就是這間店有這麼可愛 旁邊有大海 就是長洲這個地方有令人這麼開心的 然後我就問他們請不請人接我 他們真的請人 然後我突然之間變成了一個在長洲上班的人 那所以就開始了我當時在長洲的打工生活 還有以前那段時間 剛好呢我是住在港島 所以我當時呢就是搭巴士之後 轉船就進來長洲上班 那可能因為我以前住天水圍 那我上學的通勤時間 都是要一個多小時的 所以對我來說呢 搭船進去上班 都不是說要很多時間 可能我已經習慣了 要搭很久的交通工具吧 閉下眼 現在又再移另一個身份 回到長洲這裡 現在呢就帶大家去 上船前的最後一站 就是買長洲芒果糯米糍 以前在這裡上班的時候 如果晚上要朋友吃飯 他就會說 你在長洲買糯米糍做手信給我們 那我以前呢就是 經常都去幫朋友買糯米糍 出香港給大家 謝謝 這麼大一杯 剛剛買了糯米糍和沙冰 現在呢就搭船了 原來沙冰是這麼大一杯 但OK的 要在船上喝光 好高啦 搭船啦 真的有一點點這個 時光穿梭了去 二十多歲的時候 離開長洲回中環啦 離開長洲回中環啦 上了船了 回程呢就搭快船 五個小時呢就可以返回中環 其實以前上班的時候呢 為了省錢去程回程都盡量是搭普通船的 除非沒辦法遲到港時間就一定要搭大船 否則遲到一遲就半個小時一個小時起跳 塌上船之前就買了長洲糧米池做手信 只是給我自己吃 補回一個以前的感覺 雖然我知道現在外面都可以很輕易地吃到長洲糧米池 但難得今天入長洲當然都親時把他們帶出來 現在就吃個芒果糧米池 然後都想趁著現在這個搭船的時間拆禮物 今天一落船就遇到一個觀眾 原來她就是今天下午在船上 和我拍照女觀眾的師妹 剛才她已經放了我回家洗澡了 她是看到她的師姐說了一個故事 看到我進長洲 她就馬上化妝衝去碼頭 就送了這份禮物給我 原來這份禮物本身8月初我們 我們K風暴東一天店長的時候 她已經想送給我 但那天她就臨時有工作 所以就去不了 那今天就看到Story 看到我進長洲就馬上拿回一份禮物出來 去碼頭給我 所以我超級感動 現在就拆來看看吧 裡面就有幾樣東西的 首先就是超可愛小白鎖匙溝 還有 New Gems的小卡 一張是單寶 一張是虧眼 還有全卡 謝謝你 我會記得你的 我們下次再見過 今天重返長洲這個以前打工的地方 我自己也真是 哇 回憶滿滿 以前上班的時候 鋪頭 沒有今天大家看到這麼大間的 我想 細多三分一左右 過了幾年之後 他們現在已經擴充了 亦都有一間新的店鋪 是一間咖啡來的 大家每次進長洲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還有去咖啡吃東西 今天就沒有機會帶大家去吃 但希望下次我再進長洲的時候 再帶大家去這間咖啡吃 我自己試過是很好吃 特別特別是他們的蛋糕 他們的甜品是超棒的 那今天這個重返長洲打工之地的Vlog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那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在這裡記得忘記了訂閱和分享 然後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會有一個人的影片 我們會有一個人的影片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